我們請副部長 請副部長就被尋台 另委員好 副部長你好 我想前面剛才幾位委員有針對 就是說到底怎麼樣子的 過去的罪行的人 他適不適合進來 那來做討論 那所以怎麼樣在前面的這一端 就有一個嚴格的 這個針對我們專業的需求 來做控管 那讓適合的人才進來 我想剛才已經做了一段的討論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再針對的是 那進來了以後 我們的這一個管理的方式 那所以在這邊是不是可以先 我想先就目前的這個 考選的這個流程 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整個考選 篩選進來的這個流程 做簡單說明就好 我們考選的過程 剛剛在那個書面報告裡面 有三樣是東西是不可以進來的 第一個是這個有犯刑度的 有機途刑以上的 第二個是這個涉毒的人員 這個東西我們是不讓它這個 第三個我們是曾經受保護管束的 這三類我們原來是非常的剛性的規定 是不可以 那又就是因為這三項的東西 那有一個案例 就是說它跟人家一個車禍紛爭啊 造成這個管束啊 結果我們不讓它報名 它才去視線 視線以後它就覺得說 理論上可以 但是一定要你不能夠這麼剛性說 把所有的不成比例的 譬如說那個車禍沒有和解 結果這樣子就不讓它當兵 也不對嘛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那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原來想說 以這個為罪這樣子 那剛剛很多委員知道 我也覺得很有道理 那我們一定會把委員的資料拿回去 來做一個檢討 不管是用罪名 還是行度行旗這方面 我們就要做一個綜合的考量 做得更細緻 把它修正完了以後來 我們才會列為 我們真正開始執行的一個標準 目前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我想 我剛才會問說 這個考選的流程 主要是要確認 其實我們現在流程除了比試 也是有口試嘛 口試就是所謂的這個面試啦 或是這個面談嘛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這個篩選的過程 本來在這個考選的過程 就會有一個專業的評比 一方面是用比試 一方面是面談確定 我們的幾個專業的要素 他適不適合 所以也就是說 即便今天這一個人 他是符合在我們今天這一個 不管說違罪的更生人進來的 這一種的資格上面 可能看起來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接著 在比試跟口試的過程 也是有可能因為他不適合 我們不會讓他進來 這是第二次的把關 一定會做 所以第一個 我們在他資格上面 再去做一個檢討 第二個在這個把關上面 再一次 這個比較精準的 去做篩選 那再來是 等到他進來了以後 我有看到你們報告上面 有寫到的一些 因應的方針 你可以稍微針對這些人 會有怎麼樣子的 這一個 這一個管理方式 可以再稍微再簡單 簡單說明一下嗎 這是我們的考管機制 那考管機制我們當然是針對 如果有特殊案情 或者有記錄的人 我們當然是會有 譬如說如果說他曾經有 試用過三世紀毒品或什麼 我們就列為說 你每次放假回來 我一定要給你驗尿 類似像這樣子的特殊的東西 我們就特殊管考 那如果說有一些小東西的話 露營的當然我們就是要列入 這不但是管考 也列入他這個輔導的這個 也就是說 套句話就是說 勤教嚴管嘛 然後透過這些法制教育 我們也希望把它變正向 如果說他犯了一點點 小錯誤的人進到軍中 經過我們這樣子一個 管考輔導措施 他變成一個有用的人 這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想在整個軍隊的管理裡面 我們了解不一樣的人 他來自的背景 然後對這些有不一樣的一些輔導 那希望說他都能夠這個 和群 那也這個發揮他 我們希望他有的戰力 我想這個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直接就直接問 他其他的同袍會知道說 他是這個所謂 現在被稱為為罪入營的 這樣子的人員嗎 我們不會去講這個事情 但是你說他 他會不會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是沒有辦法保證的 我們基本上還是說 不問 不說嘛 就是 那他的同袍會感受到 他有被受到特殊的關照嗎 有些東西難免 譬如說我剛剛講說 有驗尿什麼這些東西 難免他會感受得到 但是我們不會當眾說 這個人幹嘛或者那個人 這不可以的 我想在這一個部分 我為什麼特別提這一塊 因為我再一次講 從前面資格的認定的檢討 到這個考選過程的這個把關 找到我們要的人 到第三個部分 既然都已經經過了我們這樣子的 這個流程之後進來的人 我們應該盡量的一視同仁 避免他感受到受歧視 也就是說他 例如說他就是一個不小心插撞的 那其實在我們現在的這個規則裡面 他應該已經符合資格了 他也這個證明了 在這個鄙視面試的過程 也證明了這個他的這個能力 那也進來了以後 結果整天都一直被這個盯著很嚴格 怕他會不會這裡有疏失 那裡有疏失 然後於是 整個他的這個同袍都認為說 啊 你不知道以前做了什麼事 那事實上他可能也沒做什麼事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說 我們的確要 這個能夠去了解他的背景之後 那來去做 符合他的這個輔導的過程 但是 我們在這軍隊裡面 最常可能發生的就是差別待遇 而造成的歧視的這個感覺 那反而會讓他 會有這個負面的心情啦 所以在這邊是 我覺得要 要這個 我看到這個勤教 嚴管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擔心 他是一體的兩面 我們會加強輔導 但是絕對不能造成歧視 或者差別待遇 這個是不行的 不符合領導統一的這個 一般的這個概念跟法則 是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 因為我想 我們都會擔心說 這個更生人進去 會不會再犯 所以我們也不是說 我們就不去做這個 進一步的了解跟追蹤 那管理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 這個必須有幾個原則 我們要謹守 就一個是剛剛這個副部長講的 我們不會去對 這個讓大家公告周知嘛 另外一個 在這個管理的流程過程裡面 例如說你剛剛講 不管是驗尿啦 還是說有其他追蹤的方式 也應該是 這個個別的輔導機制 沒錯 我們不能讓他變成一種廣泛性 也不能夠當眾這樣為止 這樣子對人是不可以 不對的 他說不定進來以後 你發現這個 一段時間的追蹤 根本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狀況 那如果在這個管理過程裡面的這一段時間 反而是因為他心裡是受影響 他不想繼續在這個裡面服務的話 我們反而是喪失了一個優秀的人才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邊我覺得這個 我們的這個管理的這一塊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比較細緻 未來給我一個比較細緻的報告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避免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避免的 因為我相信在現在的這個社會裡面 已經很難去再用主動性的 認為我就是要歧視A 歧視B 不會是這樣 而是一個流程的過程 受歧視的人他感受到受歧視 所以這個部分流程給我一個比較細緻的報告 那另外一個是我想其實這個在現在的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沒有特別去強調到的 就是其實還有這個 如果是這個罰 這個就是說他不是 應該說他在這樣子的這個規範裡面 是這個可以一顆罰金或緩刑的這一些罪行 內容裡面其實還包括這個外患罪 還包括這個妨礙這個國交罪等等這些 那我想這一些人是不是適合這個報告我們的這些 這些當然不適合 剛剛委員其他委員有提到 說這個我們會做更細緻的規劃 不但是做一個刑度 也有一個罪名 罪格上面罪名的 對對對 我們還會做更細緻的 所以我想不能是以幾年啦 以這個 會會會我們會來做一個調整改進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改進 在一起提供給我們 會會會 好 謝謝副部長 好 謝謝 謝謝您委員